谁能想到眼前这一脸慈悲被皇帝册封的得道高僧 私底下却是奸淫掳掠专洁新婚的姑娘的大魔头 并且她还有个非常变态的嗜好 大部分人都不是天生的坏种 她也不例外 这一切还得从20年前说起 当年康熙微服私访看中了一位民间女子便灵性了对方 女人为了不连累家人只能忍辱负重 一年后女人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多年未归的丈夫曲如风 在看到这幕后心态崩了 她没有想到平日里善解人意的妻子金灰绿了自己 而且无论她如何逼问 妻子都不说出那个男人究竟是谁 其实妻子也只是想保护她 曲如风一气之下割了孩子的子孙根 然后抛弃妻子去五台山当起了议事 事后女人觉得对不起丈夫 更对不起孩子便将孩子送去当了和尚 而自己则是出家当了尼姑 二十年后康熙去世由雍正继位 当初的那个孩子长大成人法号袁空 而康熙知道自己有这个私生子 虽没给他该有的名分 但也是册封他为大师 并派了一队兵去保护他 这天 袁空在十周时 一位乞丐在看到他的罗汉佛珠后 便刻意刁难 将碗中的粥泼了过去 袁空武功了得成功躲开 手底下的士兵不服气了 冲上去准备教训老乞丐 可谁知老乞丐竟然也会武功 将几名士兵耍得团团转 最后袁空为了维持慈悲的形象 放过了老乞丐 可夜晚 他却将肚子里的气撒向了年轻女子 平时只要谁家娶了貌美如花的新娘 他便会带着手下将他们抓来 别看他是个太监 但有个变态的嗜好 喜欢看手下凌辱女子 这些年他也一直用黑龙的外号为非作歹 最嚣张的时候连朝廷高官都敢杀 雍正得知后 派御使司马真前去调查黑龙 然后将他抓捕归案 但他并不知道黑龙的真实身份 司马真到了舞台山后 立马找到曲如风帮忙 曲如风身为义士立马答应下来 可此时的他怎么都想不到 这场调查会害死自己 夜晚 两人刚到客栈住下 就被黑龙的手下盯上了 曲如风突然拔剑一刀斩杀两人 成功度过危机 第二天 曲如风与司马真在调查时 发现老乞丐又在袭击袁空 两人便觉得此时有蹊跷 老乞丐为什么不搞其他人 就盯着袁空不放呢 整个舞台山就只有袁空最有势力 不仅是先皇御赐的大师 还有赏赐的宝刀甚至手握兵权 所以袁空的嫌疑最大 可司马真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先找方丈了解情况 方丈不仅说出了袁空的身世 同时也看出了老乞丐的不对劲 觉得他可能知道黑龙的事 便让曲如风和司马真去问问对方 曲如风二人找到老乞丐 还好吃好喝的款待对方 但因袁空与官兵有关系 乞丐不相信二人没说出实情 夜晚老乞丐刚走远 便遭到了黑龙手下的攻击 以一敌三的他丝毫不落入下风 打起架来也是游刃有余 可鸣枪一朵暗箭难防 暗中的刺客利用弓箭偷袭老乞丐 导致他重伤 曲如风及时赶来 虽然化解了危机 但老乞丐已经快不行了 他将黑龙的罪证拿了出来 交给了曲如风 原来有位农夫见女儿被害 便活出性命与黑龙搏斗 在慌乱中 他扯下了黑龙身上的两颗佛珠 珠子的构造举世无双 正是袁空的手中十八罗汉珠 那是先皇赐下的 所以袁空就是黑龙 司马真与曲如风也见过袁空的珠子 确实是一模一样的构造 但袁空的身份极为敏感 还得再确定一番才行 于是二人带着佛珠再次找到方丈求证 方丈看到珠子后再结合袁空的身世 便解开了众人的疑惑 黑龙每次抢走新娘时 都会割掉新郎的子孙根 只是见色起义的话 根本不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 多半都是袁空被废 导致他性格扭曲才会报复世人 听到这些话 曲如风可谓是汗流浃背如坐针毡 他怎么都想不到 黑龙这个祸害居然是自己一手酿成的 后悔的情绪也开始在他内心泛滥 而袁空这些年过得也不怎么好 都是先皇的子嗣 可别的兄弟却是在朝为官 风光的人还能混个王爷当当 可身为废人的他 只能留在五台山养武养威 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身体 和太监没有何区别 夜晚曲如风闯进袁空的庭院 准备亲手解决袁空 消除当初犯下的罪孽 可谁知袁空早有准备 他一进去就中了埋伏 幸亏他武艺超群才侥幸逃脱 司马空得知后让曲如风按兵不动 等他回京复命后 听从皇上的安排 司马真将消息带回去后 雍正勃然大怒 为了皇位能够做得安稳 他必须要除掉袁空 就算是废人也不例外 他作恶多端 不出难平民愤 袁空有先皇预刺的宝刀 他刺司马真上方宝剑 让他先斩后奏 司马真得到命令 再也没有犹豫 提着剑就往五台山赶 可半路竟遇到了 袁空手下的埋伏 巧的是 曲如风妻子的妹妹正好路过 他没能救下司马真 只抢回了上方宝剑 事后 司马真被袁空关进了地牢 妹妹只能拿着上方宝剑 找曲如风帮忙 二人商量决定后 让妹妹假装成亲 然后让黑龙炉走 等时机成熟 再与他来个理应外合 第二天婚礼开始 袁空果然上当 将自己的小姨给抓了过去 妹妹拔剑开始大闹地牢 成功救走了司马真 而曲如风也带着人闯进了庭院 袁空急忙赶过去应对 庭院中方丈一马当先 杀得官兵们屁滚尿流 曲如风也不甘示弱 手持薄剑大杀四方 但袁空也不容小觑 他无论是拳脚功夫 还是剑法都十分厉害 拦截的官兵就算几人联手 也挡不了他片刻功夫 他还利用身上的佛珠 打伤了不少前来讨要说法的百姓 手段可谓是相当残忍 方丈忍无可忍 扔出佛珠将他打伤 袁空见识不妙转身逃走 最后被众人逼在了悬崖边上 司马珍让曲如风手持上方宝剑杀了他 将袁空立即摘走 然而关键时刻 曲如风的妻子出现了 他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曲如风这才得知 当年冤枉了妻子 一句皇命不可为 害惨了他们 如果能够从来 女人只希望自己能够长得丑一点 或许这样就不会被康熙盯上了 袁空见没有活路 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他把一切的罪恶 都怪到那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上 如今他也算死得明白 转身跳下了悬崖 母亲在看到后也是心如死灰 他出家当尼姑 日夜为袁空祈祷 结果还是犯下了罪孽 他咬下口中的毒药 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而皇命的残酷远非如此 立下汉马功劳的司马珍回到皇宫 雍正赐给他三杯酒 还有黄金千两 司马珍看着雍正赐的表情 知道自己知道的太多 为了保全家人平安 他一句话也没说喝下毒酒 一个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年代 你们觉得这值得歌颂吗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影片《舞台山奇情》 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 由张华勋指导 王建军 江耕臣 王秀平等担任主演 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主导的剧情片 而张华勋导演也是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风云人物 他之前的两部电影 《神秘的大福》和《武林志》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光是偏远的拷贝就为北营厂赚了不下三百万 所以《舞台山奇情》的投资才会如此顺利 而且本片中扮演原空的和尚王建军也不简单 他来自北京武术队 还多次获得过全国武术冠军 家中的金牌没有十枚也有八枚 而且他还是李连杰的师兄 甚至担任过真子丹与吴京的教练 在武术圈里可谓是妥妥的大佬级人物 由此可见 他在片中的打戏也是真材实料 怪不得动作干净利落 让人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其次就是在片中的取景地《舞台山》 他与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 并成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所以也是众多武侠电影的取景地 本片的姊妹片《康熙大闹舞台山》 还有《画皮之阴阳法王》 以及《长城大决战》等等 都是在此地拍摄的 但关于本片与舞台山还有一件趣事 当时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康熙大闹舞台山》 与本片同时同地拍摄 造成人员拥堵 据说还发生过撞车事故 而舞台山骑情的工作人员 还不小心踩碎过寺庙屋顶的琉璃瓦 这让剧组付出了高额赔偿 但名胜古迹稍有破坏 都是不可估计的损失 所以此后 舞台山就限制了武打片的拍摄权限 在2009年 舞台山还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这也让拍摄彻底成为空谈 所以有关舞台山的电影 真的是看一步少一步 且看且珍惜